What's up 大家 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收到我家人 從台灣寄過來的包裹 加上我最近還有收到一些 其他的包裹 然後想說一起分享給大家 有一些商品是我 年初的時候訂的 大概3月中的時候收到 我都還一直沒有機會試穿 因為那時候就一直都在家了 所以我想說藉由這次的機會呢 我就一起把那些以前的商品 算是新的商品 跟今天我收到的東西 一起分享給大家 我們先來拆這個大包裹好了 從台灣遠到來的大包裹 有點緊張啊 為什麼都是粉沒關係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一件上衣 我知道為什麼了 悲劇 我爸爸寄了一包那個 這個粉給我 結果破掉 全部都倒出來了 好多多的粉 我的天啊 等一下 我們去拿個垃圾袋 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慘不忍睹的畫面 裡面全部都是雞粉 全部都是 我先拿下去清 清完之後我會再 介紹給大家 我回來了 我剛剛花了大概一個小時 把全部的那些雞粉都擦乾淨也洗乾淨了 好我重新介紹一下 我把全部的東西都穿到這個 大的IKEA袋子裡面的 他們寄了一堆面膜 這些面膜都是開架式的面膜 之後如果有附的話 我會PO在Instagram上面給大家看看 我附的哪些 然後我覺得好不好 面膜我都先拿出來 再來是這個 我其實蠻驚訝 他們寄這個超會有 因為它就是泰國的那種 魷魚你可以配啤酒喝 有沒有 這個 他們寄了 鳥貓油油跟鳥頭腦味 再來呢 他們介紹 奇餘鬆 這個也是在我的期待之外的 還有一些 鱈魚相思 我也沒有要求鱈魚相思 有粗的跟C的 這個都是什麼 下酒淋嘴 我爸爸很了解我 然後呢 一些 泡麵 有 維麗的素飄香麻辣湯 跟這個是 回魂麵辣湯麵 這個 我很多包是韓國的那種 拉麵 辛拉布朗花麵這種的 每一包聞起來都像雞粉味 再來呢 這個是乳酸菌 我的腸胃不是很好 所以我媽媽都會寄乳酸菌給我 一些濃湯 康寶玉米的濃湯 然後還有 味之素的馬鈴薯濃湯 再來 法國酥 這個是寶如非常喜歡 我剛剛已經把盒子都拆掉 因為它盒子裡面全部都是雞粉 牛奶口味跟草莓口味的法蘭酥 這個是聖香蒸的牌子的 叫法國酥 一個叫法蘭酥一個叫法國酥 這個是巧克力口味跟還有一個是抹茶口味的 再來呢 一包香菇 香菇在這兒 然後呢 剛剛那個 倒的到處都是雞粉被我裝起來了 再來這個 相應的保溫杯 再來就是一堆口罩了 口罩一共有四大包 因為我們現在這邊的疫情還是很嚴重 尤其是我們這一區 現在那個 奧斯林這一區的疫情 之前 前一陣子還有一天 新增五百多個確診 所以現在這邊的情況還是很糟糕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能不出門就不出門 這樣子 所以我就請我爸媽再多寄一些口罩部門 這個是口罩套 是口罩可以套進去 所以你原本的那些口罩 可以再使用的比較久一點點 看一下 就是它是這樣子 它是沒有那個 耳袋 所以你口罩就是塞進去 喔這種的 我不曉得有這種的 好酷喔 還有這個就是 已經結好了 不織補 就是我們有那種 口罩套是它有耳朵的地方 然後它中間就是有一個縫 有像那隻貓嗎 然後中間有一個縫 然後你就可以塞那個 褲子褲進去 所以這個褲子褲是給那種 另外一種口罩套用的 這些就是大概 這次我收到的東西 有幾件衣服 是我剛才已經先拿出來的 這兩件是 我媽媽買給我的 它是細肩帶 然後它是已經有襯墊在裡面 然後待會可以試穿給你們看 我買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灰色 一個是白色 他還買了一個眉筆 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牌子的 我會試用看看好用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說這個眉筆 然後呢 這個是護唇膏 這個是我們一直都很愛用的 它是一個那個日本牌子的護唇膏 非常的好用 它就是很滋潤 然後就是那種剛剛好的那種 不會油 然後也不會就是讓你的頭髮黏在嘴唇上 然後這兩件 它是那種很舒服的 無痕的那種內衣 它這件是我媽媽寄給我的 可是我覺得好像有點大件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這件還怎麼搭 這些是寄過來的衣服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是 這個是我在一個網站 SOS訂的一個包包 我先給大家看那個包包好了 我把這個包包打開 我把這個包包打開 這個包包好看耶 它是那種托特包 然後它這麼短啊 它是這樣子 我給大家看 是這樣 然後它就是 有一個夾層的 然後有一個扣子 這樣扣起來 好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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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這可以裝很多東西 我是出門就在裝很多東西的 好看 好 這個就是包包的部分 接下來的這些商品 是我之前本來預計三月要回台灣 所以我那時候年初的時候 就上網訂了一些台灣的網拍 然後想說回去的時候可以拿 但後來回不去 所以我爸媽就是在上一次寄口罩的時候 就一起幫我把這些衣服寄過來 先看鞋子好了 這個是D加AF的鞋子 我買了一雙木勒鞋 它是有點就是 球鞋style的 我已經穿過兩三次了 這一雙很軟非常好穿 我等一下試穿給大家看 然後呢我還買了一雙 黑色的娃娃鞋 這個是我預計本來是 因為我在吹樂團 所以那時候本來買的是想說 可以上台表演的時候用的 然後有一點金金在上面 就是有點裝飾 這個我都還沒有穿過 所以我等一下試穿會跟大家說我覺得 它好不好穿 接下來這一區的衣服是 Mercy Tutu的 這個呢是我看到 我覺得它是一個那種平口 我等一下會試穿給大家看 它這件平口的上衣還有加上綁帶 這一件它是黃色美背洋裝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我覺得 很美 然後我第一次要試穿的時候呢 我不曉得它綁帶怎麼綁 因為一來的時候它綁帶就是 它沒有幫你綁好 你就是要自己綁 然後那時候會有點搞不清楚怎麼綁 但是後來我剛剛也上網查一下 感覺不會很美 所以我待會後來試穿這一件 我還買了兩件黑色上衣 黑色上衣也是 那時候預計都是表演的時候 可以穿的 然後這是另外一件上衣 給大家看一下第一件我穿的是這一件 Pinkhole的 然後是一件洋裝 就是葉子 這一件呢它有附一個綁帶 不綁的時候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你懷孕的時候也可以穿 那綁的話呢 它是可以比較展現一點搖 所以我看一下給大家看 我覺得好看耶 而且它的材質是舒服的 就算你是夏天穿啊 它是通風的 它不會悶悶的感覺 欸我覺得很好看耶 好 這就換下一件 這一件很美耶 比我想像中的好看 各位看 很美耶 而且它旁邊還有開叉 就是一件可以性感 但是又不會太超過 我給你們看背面 它的背面就是這樣子 綁的綁線 很好看耶 就是去婚禮都可以穿的 而且它是棉毛材質 它就是比較舒服的那種 所以通風 但貝露很像不通風也難 真的還蠻舒服的 好看 欸各位 我一開始以為會太大件 但是不會耶其實 而且它還有口袋 是好看的耶 是好看的耶 我剛剛本來想說 如果太大件的話 不要拿這個剛剛的那件的綁帶 幫幫幫看 試試看 綁起來會不會很奇怪 因為我剛剛以為會會太大件 我覺得綁帶也好看耶 再來這一件是上衣 他們家的衣服都是很涼的那種 你看它的材質 它的上面這一部分 它是會有點透膚色 我裡面穿了一件 就是我剛剛那個 無痕的內衣那件 就是如果你是穿pink coat的話 你這邊就會比較透膚一點 我自從隔離之後 我就沒穿牛仔褲 所以我現在牛仔褲有點緊 這件搭配牛仔褲很好看 如果我是要表演的話 我就會搭一件那個 那種黑色的內搭褲 這件如果再搭 娃娃鞋好看耶 讓大家從鏡子裡面 稍微看一下全身長怎麼樣 大概就長這樣 大概這一件上衣我覺得也好看 我很滿意這次的衣服耶 你們看它的材質 也是棉麻的材質 它是沒有內襯的 所以它是夏天內穿的時候 會很舒服 這件大概長這樣子 好看 最後是這一件有內襯的細肩袋 這一件我覺得OK 可能因為它只有一個尺寸 所以內襯的部分 它不能做得太小 就對我來說它是有一點點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它的後背很美 就是那種挖背的 除了它的襯墊有點太大之外 其他我覺得還OK 給大家看一下我全身這樣搭出來 跟牛仔褲 跟這雙白色的木勒鞋 這樣好看 這雙木勒鞋現在深得我 它這個部分很軟 很好穿 而且它底部是 就有點墊的 到現在穿了兩三次還是很舒服 而且它鞋帶的部分 你可以調整 譬如說我個人是很怕那種 你穿末的鞋穿穿 然後你可能整個飛速去 因為太鬆 但這雙你可以自己調整 因為前面有鞋帶 好看耶好看耶 好好好 不錯啦 好這次沒有踩雷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這次所有的衣服 我個人都還蠻喜歡的 然後我覺得很OK 這個我沒有辦法給大家連結 但是我會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想要買這種 細肩帶啊 裡面已經有罩杯的 你不要忘記去確認一下 它的罩杯 是不是有尺寸 或是是不是太大 或是太小 這樣穿起來 對你的整個比例才不會太奇怪 我會把所有剛剛介紹過的鞋子跟衣服 如果我能夠找到連結的 我都會貼在下面的資訊欄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